大家好,现在开始我们的Pandas1.0版本的使用课程 本节课我们讲一下Pandas中的合并数据 首先我们导入Pandas和Dunpy模块 然后引入三个设例数据 DF1,DF2,DF3 我们可以看一下DF1,DF2,DF3它们的格式 DF1的缩影是从1开始,DF2是从4开始,DF3是从8开始 在Pandas当中,合并数据有一个最主要的函数是Concade函数 还有Pand 我们现在看一下Concade有哪些参数 最主要、最常用的可能是轴 默认轴是0,然后交易参数,轴参数 然后还有是否忽略了阻影 其他的就不一一看了 然后呢我们看看使用Concade函数 把上面三个数据进行合并 DF2 zu 这个时候 上面三个设例数据就被合并到一起了 按照纵向合并 它的默认轴是0 表示是纵向合并 如果我们想按照横向合并的话 我们可以执行轴为1 我们看一下数据 这个时候按照横向进行合并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根据Panda函数进行合并数据 比方说我们要实现上面的DF1 这个时候DF-append的这个DataFrame就和上面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使用concate的情况比较多 concate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我们也没讲的是 它还有一个参数常用的是pignoreIndex 它的缩引是从1开始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它所以从0开始 可以加一个参数 False 这个时候原来的缩引会被替换掉 成为现在新的缩引 从0一直递增到1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concate还有一个是交运函数 我们看一下交运函数是在 交运参数是在concate里面是如何起作用的 这个时候还是和原来的一样 因为我们三个DF1DF2DF3它们并没有共同的一个缩引 所以说合并的时候 它还是和原来的一样 好了 评词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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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